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我所有的节目 我没有讲说风神杂谈 后面我要几处时间谈风神杂谈休记 人生感目 那直播的方式主要先在新闻上 所有现在播放都改成直播的方式播放 这样的话朋友们可以在第一时间 而且那是live 就是一个大家都可以直接参与的 我跟朋友们一对一的这么来讲节目 发生的事情就可以更加的快 时间呢 我定在美国东部时间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就这个时间段会只要有新闻报道 我就以直播的方式出现 尽我最大可能 我不敢做完全保证 尽我最大可能 朋友们在直播中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中午的时间可能不一定多 就是美国东部时间的晚一点钟之后 到五点钟之前 四五点之前 我个人就得传口气 那个时候往往也大家没有什么太多人看 所以那个时间就过去 但是早晚的时间会比较集中的 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所以而直播的形式呢 就比较灵活了 有可能包括在外面 在汽车上 在哪儿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关键就是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大家可以参与 大家可以参与 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故事的本身 另外呢 就是提醒朋友 如果你想愿意这么听的话 就 你只能最好的方式就是 就是来subscription 订阅我的节目 栏目 我会做一广告片 那订阅栏目呢 你随时会得到提醒 那个叫什么小铃铛 原来都没有弄过 你随时提醒 我有节目了 他就想了 然后就开始直播了 可能会提前 就这么个故事吧 能想到 那直播完的节目 再给上传网上 但他可能会分出不同的 就像现在的标题一样 所以再跟大家说一下 川普 那川普呢 在网络上没有 他没有太多的一个表达 川普现在的表达的核心就是选举干涉 干预选举 基本就是他在近一段时间里面 在他遭到刑事指控之后 他的所有内容的主题就这四个字 那四个字 干涉选举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讲有这个讲大 但是呢 他的核心非常简单 他的明确的目的也就比较简单 他认为今天美国没有任何办法 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民间大选 民间大选他能掌控权力 然后修正美国 如果他失败了 美国就失败了 其实基本上就这么个论述 因为在这个层面上 司法部 美国的执法系统 完全倒向一个党派 完全倒向一个家族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 那除非美国要闹革命 拿起枪闹革命 你现在看起来不太可能 对不对 就像人家拜登的做法 就是逼疯了你 逼疯了 谁敢动枪 谁敢去暴力抗争 立刻你就完了 美国就全完了 那就会任何一个敢暴力抗争出来 那美国的司法系统 就是拜登所一属的整个司法系统 将以最残酷的方式 在美国社会展开真正的革命 这个会把太多人就抓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 那美国处在危险 也在这么一个成分中 川普 所以这讲述了 一个小时之前拿出来的民调 川普领先 无论党内党外都是领先的 那另外一个 他转载了这个17号 6月17号的一篇内容 对不起这是谎言 有关检察官 就是杰尔伯特 凯伦杰尔伯特的本身的内容 凯伦杰尔伯特本身内容 这篇内容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那他是今天史密斯的助手 最高级的助手 他是个骗子 对吧 这个我们跟那期节目中讲了 所以很显然川普当初呢 太忙了 就是说他对他的影响太忙了 今天21号他才注意到这篇内容 另外一篇内容呢 谈到了他的原来的一个律师 在MSNBC上讲 他目睹了司法部 四十五起不当行为 这里面就 川普的律师离开之后呢 很多律师呢 还是替川普讲话 这也是 就是当他们了解到事情真相的时候 那是不是跟川普在一起 这是一份生意 就是他给不给川普打官司 这是一份生意 而川普遇到的官司呢 是各类官司 所以不是每一个律师 可以包罗万象 那川普也一样 那用不上为什么要 那我也不能再付你钱了 所以有这么个关系在里头 这里面讲述了就是 有关 依然是跟史密斯有关的 史密斯监督了川普的 所有的那个 有关case案 这是一个 这些内容就是 就是一个 给我感觉就是 代表着美国司法部也好 美国的川普的 政治敌人也好 什么样的敌人也好 对川普恨之入骨那种心态 怨气 惧怕跟恨之入骨 这些东西呢 都是生命的悲劣地方 悲劣的特点 非常悲劣的特点 这是同样是类似内容 在讲述着川普媒体的问题 它是个西班牙文的内容 川普左右这一切 然后这里面 他转载了 这是六号的内容 这些都是选举干预 这篇内容呢 他 他转载过很多遍 而核心就是选举干预 他们不想跟我竞争 他们也不敢跟我竞争 竞争过两次 他们都输了 第二次 赢得更漂亮 在民调中 我们领先拜登很多 他们仰仗全是虚假的 他们利用司法部和FBI 反对我在2024年的选举 他们要用小东西去打亨特 然后用打亨特来表现出 他们的公正 从而来打击我 那法西斯主义者 有什么东西是公正跟诚实 我会战斗到底 他转载这篇是针对昨天 美国司法部对亨特拜登的 那种妥协式的认罪的说法 所以这是个笑话 这是美国的笑话 水池更深 阻止通货膨胀 深层政府 川普早已经预言到 亨特拜登将以小事的方式 就是认罪而不了了之的方式 这是川普预言过 川普是对的 总统记录法允许他 拿走任何东西 这是再次 因为总统记录法是川普比较重心的仰仗动力 这个东西就看法官怎么来解读了 川普战胜可以击败拜登 这是他专载的 而犹太人讲说 这是来自于daily color daily color是卡尔松的 川普是我们一生中遇到最好的外交政策 那这里面在讲述川普所主政时期 以色列跟阿拉伯人之间的和解 就是最早的和解 是来自于川普 那当时呢是库什纳做的 这是来自于华盛顿时报 让美国再伟大 人们选择他们的总统 而不是选择联邦机构 这个他的标题就是 选择一个人 而不是选择这个国家机构 也就讲说 他们对国家机构 对今天的美国司法体系 已经失去了信心 没有了信任 他们信川普 而不信司法部 这是 这是今天美国选民的 所以也就他们为什么选择 让美国再伟大这顶帽子 他表示现在状况 那今天的美国司法部已经 就是没有任何退路 他们就直接这么干了 这是讲的民意调查 都是在 这是昨天晚上的 民调战胜德桑第四 一切都是选举干预 他们不想和我竞争 所以这是昨天他又转载 就是他几次转推了 6月6号这篇内容 现任总统联邦权 我们有一位现任总统 利用联邦政府的权力 去攻击起诉他的政治对手 这是美国民主棺材板上的 最后一颗钉子 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谴责他 这是他转载的 然后下面就谈到说 川普谈到他在拜尔的节目上要露面 然后谈到亨特拜登 基本上就这些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显然在最近的事件当中 对川普影响巨大 从民意调查 从民调 本身来讲 川普战线 但是政府对他 就是拜登的政府 对他的直接打击 对他影响巨大 对他影响巨大 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能够导向他 所以这是 真的不容易 说句实在话 真不容易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